有些時候如果你要一次做完恐怕比較複雜 你可以分階段做啦 我想很複雜的公式那當然絕對不是說一次就做完 你可以分兩次做 比如說第一個我需要前三碼 然後串這一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插入函數裡面 前三個字碼就是文字裡面的Labs 所以你找到Labs函數 然後給他文字之後 告訴他說我要前面三個字 他幫你切三個字出來 按確定 然後後面的話呢 因為你要串嘛 所以AND什麼呢 AND他的文章 那串完之後打勾就是我們要的 那再利用這個你串完之後的東西把它剪下來 剪下之後的話 再插入函數 利用那個查詢函數裡面的那個一樣 V錄函數 所以V錄函數其實還蠻好用 如果一般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用V錄函數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去哪邊查呢 去那個我們的F3 到Booking裡面去幫我查 跟著一下不是Booking 應該是F3 是那個Look Price 所以你這邊的話 按F3 找一下那個查 那個 賬 就是我們的那個 單價 Lookup Price 按確定 那當然這邊會顯示出來 就是前面 他第一欄呢 一定是一個縮寫 加一個房間號碼 後面第二欄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價錢 如果你這樣看不出來的話 你這樣點一下也可以啦 他會跳到這邊來 第一第二那我就第二 OK 比對方式的話呢 一定要找完全一樣 所以輸入零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都有相關的 大概的答案 你可以預覽一下 如果沒錯的話呢 應該會幫你帶那個價錢回來 但是通常會有問題 應該就是說 你在做的時候 有些地方是給錯的訊息 那錯的訊息 當然他回來就找不到了 OK 所以其實只要你這個地方 步驟沒錯 然後最後再檢查 比完之後 他大概這個地方 都不會出現紅色的字 如果有紅色的字 你就在針對 他紅色的字那個部分 去做檢查 我想也是很快 可以把這個結果也做出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的那個價錢 理論上全部都找得到了 OK 那頂多是這個 你在查詢那個規則啦 如果沒錯 基本上很快就做完了 那最後的話呢 總價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他住幾晚 乘上呢 他現在那個price部分 所以你很快 可以把它點兩下 這樣都全部 把這個總價給查出來了 因為現在那個觀光業 最近這幾年 成長 看那個報道是 至少成長三倍 也說 比起以前的人來說 最近 所以年輕人出國 好像以前會覺得好像是 好像很很怎麼樣的 了不起的事情 可是現在好像年輕人覺得 出國好像跟以前我們去中南部差不多 哦 那年輕人好像現在連大學生哦 出出畢業旅行好像到國外去是很正常的 OK哦 所以 當然相對的啦 國內那個旅遊業和服務業哦 也也當然慢慢的需求會變大 所以呢 如果說你將來 要管理飯店的相關資料的話 其實也類似可以參考 哦 可以 啊 飯店啦 旅遊等等 觀光哦 或者是一個像 現在流行像電子商務哦 每一筆訂單 其實可以類似用類似的規則 那把這個東西給全部做完哦 然後後面這一題當然後面還有一些 比如說格式的部分 如果你要在做格式 你可以利用常用裡面這個有個格式化為表格 看你喜歡哪一種格式 那比如說它題目裡面要中等生前的這一個 哦 那你可以再按確定之後 然後把它轉換為範圍 它預設是表格嘛 還可以 就是 背後會有個這個這個這個物件 那你可以把它轉換為範圍 範圍的話就一般 我們原來原始的這個資料 哦 然後 它很快就可以格式化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有格式化表格 有這麼多可以參考哦 那再來的話 最後當然可以做一些列印的動作 列印的話呢 當然就是版面配置裡面 哎 這個好像後面有延伸性的幾個這個這個題目哦 是 哎 要要我們做 我看這地方 哎 後面哦 還有 這邊有個題目哦 後面還有就是說說放比例 然後 假設我今天要把那個 就是每個報表上面哦 都 放名稱 那名稱的話是工作表名稱 放夜首 夜尾的話呢 第幾頁 供幾頁 還有就是說 列印那個每個標題哦 它上面那個要有個標題列 因為如果你預設沒有設標題列的話 列印的話 第一列會出不來 它最後列印隔線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設定的話呢 通常我會在版面設定裡面 這邊有個 有個小小的箭頭 從這邊去點擊它 點擊它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哦 把縮放的比例改為80 那我看一下 如果100的話 列印哦 大概可能太大了 旁邊 旁邊印不下對不對哦 所以呢 通常會怎麼樣 通常會把這邊改為80 或者是說呢 可以把它調整成一頁 然後它自動縮放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夜首夜尾 你可以從這邊設定夜首 夜首的部分 它在上面要放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那就是從這邊插入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等於是右邊算過來第三個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夜首的部分 就是會放在這上面 夜尾部分的話呢 就是第幾頁 供幾頁的話 那就是因為總共好像我記得有四頁 那你要讓它有頁碼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輸入 D 共兩個頁 然後一個豆點 總共幾頁 中間一樣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夜嘛 你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第二個按鈕 左邊算過來 第二個 然後呢 總共頁數的話是第三個 總共頁數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在下面 就會出現這個 第幾頁 供幾頁 那最後如果說你今天 等一下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 這上面會有什麼 它的夜首 跟它的夜尾 下面會有 它的供幾頁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什麼 下一頁的話 你會發現 它的上面呢 藍 有沒有 藍位名稱 下一頁就沒有了 那我們如果需要 所謂的跨頁標題重複的話 基本上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工作表裡面 設定它的標題列 那這個標題列部分的話 我把它先關閉 你可以再去選取 那個工作表裡面的標題列 如果說你希望 每一個頁頁上面 都會有藍位名稱的話 那你只要選一下 第一列就可以了 這邊標題列 點這邊一下就可以了 那它未來 就會幫你 每一個頁頁上面都有 另外呢 格線 預設是沒有隔線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自己在畫隔線的話 直接列印隔線就好了 我想應該這個 大家平常應該都有在用 然後 預覽列印看一下 基本上就會有頭 有尾 那另外的話呢 下一頁的話 它一樣 會有那個 我們的 標題列就出現了 OK 那每一頁其實都會有 然後 隔線因為我們有打勾 所以 這個隔線也會自動列印 OK 那最後這一題我想 各位試著把這一題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 也許再來我們再來看那個 下一題 下一題的話 基本上就不能用V-RU函數了 因為前面都會一直用V-RU函數 因為V-RU函數真的在工作裡面 用到的機率很高 但是呢 有些 查詢 當然用V-RU函數沒問題 但是有一些可能問題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開啟那個 325這一題 325這一題 你打開之後 其實這個是一個結果 結果結果的樣子 適宜的 不過你可能要把這個 這個把它刪掉 其實呢 當然理論上左邊跟右邊 有可能會分在不同工作表 那它就是說呢 左邊 左邊這邊呢 就是1234一個人的資料 你要把它放在1234 再下一個就1234 再放1234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訊息吧 那不過呢 第一個你要怎樣 先把它 縱向的 四個 變成橫向的四個 變 四列變四欄 那就把它搬過去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搬過去之後 可能還有第二個問題 它的什麼呢 前面這個東西 欸 我不需要啊 因為你搬過來 上面就有欄的名稱 那你等於搬過來 前面這東西怎麼辦 那你勢必要把它 刪掉 所以有沒有什麼比較快的方法 快速的哦 那不是叫你用 嗯 複製貼 轉字嘛 轉可以轉 字是可以轉方向 可是你的問題 你要轉很多次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哦 它一樣會用到查詢函數 不過如果以這一題來看哦 那當然沒辦法用VIRU函數 因為VIRU函數一定是一個 LOOKUP的這個 然後去哪邊查 可是問題這邊沒辦法查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你就必須用前面講過的 其他函數 可能可以用的 也許就用INDEX吧 其實這一題也可以用INDEX 或者是用那個OFFSET 其實也可以 那這地方 當然還可以用VBA 只是說呢 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 等一下如果 剛剛那一題做完之後 請各位再稍微開啟那個 325級人事資料 這個分欄 這一題 試一下